2012年台南汤姆熊男童割喉命案 最高法院今天是维持原判 无奇徒刑免死定验 院方表示呢 曾文青从小身心状况及生活成长环境不健全 可能导致犯案还是有教化的可能 因此判他无奇定验 而被害方性学童的姑姑知道后呢 崩溃表示无法接受 直呼没有天理